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yRadio可以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 最有影响力的网台之一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MyRadio 支持的方式很简单 我们有直播的时候 大家记得按时收看 重温在YouTube频道 还有记得订阅MyRadio的YouTube频道 最重要的是每个月记得要交月费 还有我们的电子报《颠狗日报》 每个月200元也需要大家支持 支持MyRadio就是支持你自己 多谢大家持续支持MyRadio节目月费计划 欢迎收看《欧敏踢爆》 欢迎收看《欧敏踢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欧敏踢爆》 今天是2019年8月21日 香港这三万多人的警队 堕落到什么程度 大家都有目共到 当然 在6月9日之后 两个多月 有五次所谓和理非的大游行 但是 这个所谓年轻的勇武抗争者的示威 是遍地开花 于是出现了很多警民的肢体中突 大家如果理性点 客观点 去看这些警民冲突 一定会得到一个结论 一个印象 就是警察的濫权和施暴 那个暴力 即是对付示威者 是没有设制的 当然有些人认为 你的示威者去冲击这些警察 警察呢 他要震报 那么他就执行任务 前两天揭发一宗 一位62岁的疑犯 因为是什么罪呢 普通的襲击还是什么呢 看到报纸就说 是一个所谓的习警案 其实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呢 他的家人也有说的 就是一个毫无反抗力量的62岁的男子 他因为醉酒和人争执 即是争执后来警方出现的时候 就说他习警 然后逮捕了他 送到北区医院 急诊室一个独立的病房 但是他在这个所谓北区医院的独立病房那里呢 就遭遇到两个警察 对他施以酷刑 这个真的很难想象 这件事是六月份发生的 六月份发生 之后 他的家人呢 就向这个警方的这个所谓投诉警察科投诉 搞到现在没有下文 没有进展 是吧 又说了给警察听 即是说了给这个投诉警察科听 喂 医院有闭路电视拍到的 是吧 但是呢 拖拖拉拉 是吧 那迫到呢 没办法了 就找个立法会议员出头 将那个病房的CCTV那段影片呢 就播出来 播出来之后 任何一个有血性 有良知的人看到 你都会真是火遮眼 你会对警察呢 从此呢 即是更加痛恨 是吧 绑住他 雙手雙脚 在个病床上面 是吧 然后跟着呢 两个军装警员 在影片上看到的 是吧 拳打下体 是吧 跟着又刮他的臉 又用一些原来说 有染有尿液的 这个衣物呢 就掩盖他的口鼻 跟着呢 就用力 押他的眼睛 屈他的手指 结果手指就断了 那 跟着又拔脚毛 又用电筒 近距来射他的眼睛 是吧 再用警棍呢 就插他的肛门 哇 这些真是说出来 大哥 你看看画面 喂 这两个警察 真的 喂 肯定要打包 说话难听点 是 那现在的关键 在哪里呢 人家六月份 发生这件事 向 投诉警察科投诉 拖到现在 说了给你听 有 这个医院里面的 CCTV 拍到的 完全都没有跟进 所以大家就在想 你那个监警会有什么用 大家知不知道 监警会 他虽然有一个叫做独立的监警会 监警会的职权是受到限制的 他投诉警察的个案 是要由警察的 所谓投诉科 转介来这个监警会 所以 所谓独立调查委员会 这个诉求就是这样 是吧 因为如果你靠监警会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现在更加证明了 好像这件事 如果不是因为北区医院 这个独立病房 有CCTV 更好笑 那CCTV是隐蔽式 那警察做事的时候 看不到 有CCTV的 这样去揭发这件事 唉 最近有很多年轻的示威者 尤其是在上一次 应该是打鼓嶺的一个拘留所里面 有37个人要送医院 我们也发过这些证明 很多个人是骨折的 即是说 拉到这些示威者 进去的拘留所 打得很糟糕 你在那个所谓示威的现场 没有挑衅你也好 那些示威者 你都对着他开吹雷弹 追着他来打 那些人都说 你去示威了 那你就预备了 跟警察冲突就是这样 但是呢 拉了回去 还要打餐饱 喂 在医院里 病房里 两个军装可以这样做 那你可以想象 拉回警察 是不是要打餐饱 怎样可以这样的呢 警察 行使权力 是受法律的规范 有指引 如果不是朱经纬 就不用坐牢 是不是 五个暗角打人 那些人就不用坐牢 是不是 所以一队警队的堕落 是不是 他不是无缘无故的 不是偶然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经常在想 是不是 为什么香港警队 会堕落到这样 呢 为什么会成为政治工具 是不是 为什么北京 还要三番四次 要向香港警队 最崇高的敬意 就是想借他的手 打残你这群年轻示威者 是不是 让你勇武退场 打到你害怕为止 打到你残为止 跟着就抓你 跟着就告你 跟着就坐牢 但是做到这样 那群年轻的示威者都不怕的话 就认了一句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这个结是没得解的 说起解这个结 林郑月娥就说 要成立一个沟通的平台 是吧 现在先找些有心人对话 这个星期六 现在知道找些什么人 张炳梁啊 大学校长啊 是吧 可能还有 他会不会找田北俊呢 我就打个问号 找来找去 是不是又是那些建制派 所谓建制派 就是 比较没有那么左 没有那么保守的人 才跟他们谈 是不是 那你猜 你会不会找另外一个有心人呢 就叫曾俊华 我猜就不会了 曾俊华刚刚才写了一篇文 然后用一个视频 拍了一段影片 播出了 他就希望 要解开这个结 否则香港就很难搞 大家都要放下仇恨 用宽容 爱 你去解开这个结 那我呢 就传了个信息给他 你是用意非常之好 但是我就很悲观 解什么呢 喂 现在不是两边各打五十大板 可以解决问题 不是两边坐下 大家聊聊 聊什么 你跟谁聊 是不是 就是等于我昨天说 所谓沟通 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 跟谁先沟通 第二个就是 怎样沟通 第三个是 沟通什么 主题是什么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那你可以用这个来基础 沟通 没有可能 你一定不想 你会不会和这些年轻的示威者 坐下 大家面对面对话 你又不会 是吧 是吧 好了 沟通的平台 通过传媒 通过电视直播 是吧 你又不会 你一定是关门 是吧 然后就细心聆听你的说法 聆听了之后是没有结果的嘛 你是做一场公关show 但是 是解决不了问题 你现在只是解决那个警民之间的仇恨 你都解决不了 是不是 所以曾俊华说 很担心那些小朋友 特别是那些警察的子女 开学的时候 回到学校 会被同学仇视他 或者欺凌 是吧 我觉得就不会欺凌他 是吧 你学校也应该 对那些小朋友 要有一些 所谓的教育 或者要对他们有一些说明 是吧 虽然他们的家人是当差 就不代表他们是坏人 是吧 这些小朋友是无辜的 是吧 那你学校也要做些工作 要做些心理辅导的 因为对那些小朋友来说 他老爸做警察 现在那些人是仇警 那他也不要过的 是吧 那这些都是问题 但是我们要问 熟灵自治是哪个造成的 就是曾俊华说要用宽容 是吧 要用爱 去解开这个结 这个结一定要解 否则香港就大件事了 但是问题就是 那个结造成这个结 或者越拉越紧这个结 是什么人呢 是那些年轻示威者 是那些勇武派 经常去冲击 是吧 现在818 那么多人 用和平理性 非暴力去游行 向全世界展示 又再一次展示 香港人 是最优秀的 是吧 这些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游行 是吧 连乌鹰都没有死一只 那又怎样 那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政府就感动了 接着就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撤回条例了 是不是这样呢 现在说五大诉求都没用 我比较极端的 这个政府不倒台 香港就一定没得救 再说 不要说这个政府 他背后的主旨 共产党生存的一天 香港也不会有运行 你不要说我极端 我说的是真相 这件事 一定是悲剧收场 最不幸的 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 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现在是没得完的 是不是 那个结局一定是很悲惨 我现在告诉大家 是不是 对警察来说 他也觉得他的压力很大 是不是 那你的示威者挑衅他 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是不是 那你那两个军装警员 这样去对付这个所谓涉嫌 就是醉酒闹事 然后习警这么轻微的 罪行的人 你都竟然可以在病房那里 绑着他手脚 对他施意酷刑 那个心态是什么呢 所以你要看医生的 警察 是不是 香港怎么会信你的警察 接着 很不容易 经过二三十年 才将警队的形象 改变 在殖民地时代 贪污 包烟被倒 是吧 是吧 那个时代 都要经过二十年 等ICC成立了之后 才改变这个警队的形象 尤其提高警队的质素 学历 各样 训练 今天两个多月的时间 就将整个所谓有效率 随暴安良 维护社会秩序的 这一支 维护香港安定繁荣的警队 的形象 全部 就是破坏到 就是大家看到 已经是贼 等于警察不分 是吧 每一次你看到 每一天 四点钟 那个警察记者招待会 你看到 这些坐在冷气办公室的 这些高级的警员 高级的警察 这些管理阶层 那种 即是 回应 记者的提问的时候 那种 左右之绝 进退失据 胡言乱语 你就可见这个警队 基本上已经还原 不单止政府要重组 警队都要重组 要教育 前线的警员 要看心理医生